什么是超加工食品? 超加工食品是一个涵盖多种类型食品的广泛术语 其中包括一些通常不会被家庭厨师制作的食物 如鸡块、薯条和热狗 这些食物被视为超加工食品 因为它们含有在普通厨房中找不到的成分 或者经过工业加工的成分 家庭厨师无法复制 超加工食品通常包含一系列在工业过程中分解和重新组合的原料和添加剂 这些食品通常不能在家庭厨房中制作 因为它们包含的成分和工艺流程是普通家庭无法复制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超加工食品的定义 我们可以参考NOVA分类系统 它根据食品所涉及的工业加工程度将其分为四个类别 为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的食品加工的烹饪配料 加工食品和超加工食品 超加工食品是由工业改新原料和添加剂制成的食品 这些成分在家庭厨房中无法找到或难以复制 尽管NOVA分类系统提供了一种看待食物的新方式 但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它不是识别超加工食品的最佳或最一致的方法 例如朱利赫斯认为 就营养而言并非所有的超加工食品都是一样的 他提出了一些问题 例如当我们说超加工食品时 我们会包刮像罐装豆类这样的东西吗? 橘子罐头和水蜜桃干也包刮在内吗? 然而,巴里波普金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识别超加工食品 他发现12种添加剂中的一种 包括特定的香料 乳化剂、泡沫、增稠剂和上光剂 是所有超加工食品的一个特征 他说,对于97%的这些食品来说 人工色素和调味剂的存在已经是一个警示信号 人工色素和调味剂的存在